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资产以达上亿该企业制定了退役军人优惠政策 在权限第一个将军龄进入企业工龄 实行员工带新参军政策2017年4月 公司获得由中华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工作二十余年没有出现一起质量问题的全国劳动模范王建青 以以干境 钻进 闯进建工新时代为主题 讲述了他的故事王建青说 他所获得的荣誉称号代表的 是以现产业化工人的精神标杆 是一种精神传承 走进河北瑞兆激光公司车间 王建青告诉记者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靠优质服务谋发展 当一个企业打造成科技型 创新型的环保型企业时 正体现出劳动者的创新精神 敬业精神这种精神 更能鼓舞大家前行 来自石家庄长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 纺织工羊谱 是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获得者 他向记者透露 深入企业车间所看到的每个岗位前 标有党员释放岗 会议军人服务释放岗等标牌令他震撼 在聆听完宣响团 各位劳模的事迹后 河北瑞兆激光公司员工含家结束 劳模们用自身精力和感悟 展示了劳模风采 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 蕴含着催人奋进的无穷力量 他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劳模精神 要向劳模们学习发扬爱党敬业 无私奉献的精神 争夺工匠人才 河北瑞兆激光公司党总支书记 董事长兼总经理韩洪生 也是全国唯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每个时期的劳模 都是时代的精神符号和力量化身 韩洪生说 劳模精神作为劳动模范的思想内核 行动指南和精神灯塔 成为推动新时代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采访中韩洪生向记者讲述今年以来 政府营造公平市场环境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 让民营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这对民营企业来说 是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韩洪生说 聆听劳动模范做的报告受益匪浅 他与企业员工会以劳模为标单 学习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和立足本质的敬业态度 带到工作中争夺新时代的奋斗者 完